嗨小朋友们,欢迎收看我们的线上主日群 这段期间里面我们都在讲主导文 你把主导文背起来吗? 还没进入今天的分享这些好方先背什么话语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祝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尽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灾 如同我们免得人的灾 不叫我们虐见事态 救我们脱离生恶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是的,谢谢我们小朋友们把神欢迎背起来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最后一句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都是你的 这是主导文最后一句话 发现到吗? 这个祷告文最后一句是带着 圣诞的比较中来结束的 整篇主导文里面 耶稣有一个的赞美开始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最后他又有另外一个敬拜 画上完美的符号 因为国度、权并、权是你的 士兵也是有这样的相同的模式 世人的祷告几乎都是一 敬拜来开始讨见神 才把自己的问题只需要 祷告出神 最后再以敬拜的方式 向一些荣耀归给我们神 这是我们的祷告 这与我们祷告 大大不相同对不对 我们经常把我们祷告的内容 比利巴拉的告诉神 只有匆匆忙忙的 奉耶稣名祷告 Amen 耶稣今天教导我们 在结尾的时候 我们应当向祷告 父王 因为国度、权并、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Amen 因为这样的结束是大有能力的 他将为你带上天下荣耀和能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祷告文里面的五个要点 第一个 国度是你的 第一个意思是说 父王 国度是你的 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 我们是承认神是全地的自责 也是我们生命最高的统治者 六江福音六章三十八节 告诉我们 你们要给人 就没有给你们的 必须用十足的神斗 连咬待岸 上肩下轮倒在你们怀里 因你们有什么良气 良给人 有什么良气 良给你 原来一切的源头 祝福都是来自于神 所以当我们宣告 国度是你的时候 我们是在承认 神是应于我们 祷告了唯一的丰盛的资源 当我们宣告说 父王 国度是你的 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神是有主学的 我们的祷告 因为我们曾经跟神说 国度是你的 就是我们上神表达 父王 一切的知识 知识 都基存在你那里 有无限的知识里面 你如果认为这个 祷告是不正确的 不适合我的 我愿意放下我自己 让我的肉体降服于你 你把你认为最好的 赏赐给我 我们要明白 神是神国度 是上帝的 不要承认 神是我们生命的王 那么神就有绝对的主权 对我们说不 选择我们祷告 神告诉我们 那只根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要保守我们 在上帝面前 纯洁 纯正的一个祷告 要保护我们 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 自私自律的人 对上帝有无度 过度的要求 所以这个祷告告诉我们 凡是我们所求的 将上帝愿意 还把我们所求的 赐给我 但是一切的主权 都在神的手中 第二 我们说什么 全并是你的 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说 天下所有的全并 祂都赐给我 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全并甚至是我们在承认 神的全人 耶稣祂能行各样的 祭祈祭 同时祂也承认祂有主权 要按照祂喜悦的方式 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所以比如说 我说主啊 祂救我脱离一切的凶恶 但是你发现 有些时候 神所做的 并不如我们一句所想到的 我发现 主啊 祂应该赶快来救我 帮助我 但是为什么 在这个时刻里面 在这个区间里面 祂没有来帮助我呢 是要给你知道我的问题吗 亲爱的小朋友们 神不一定按照我们所期望 所想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 祂常以一个 我们意想不到的 超出我们所求 所想的方式 来施行祂的拯救 因为生命的主权 是在上帝的手中 拉撒路已经死了 耶稣依然将祂从死里复活 所以信靠神的人 百姓 上帝要将一切主权 交在神的手中 由祂来做决定 由祂来做我们生命的主 所以今天一切的主权 在上帝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主权 完全交给神 求神赞着祂生命的计划 祂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祷告 第三 荣耀是你的 也是说 父王荣耀是你的 当我们如此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在 什么呢 满心地感谢神 感谢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我们将一切荣耀 归给我们上帝 但愿尊贵荣耀 天哪不能使坏 为了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立的真神 直到永永远远 人的天性 是不懂得感恩的 当神为我们 承受那美生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很少 用一种真真感的态度 去感谢神 为我们守着一切 圣经记载了十个 大马风格的一字 却只有一个 会来感谢神 约书问他说 写信的不是有十个吗 那九个到哪里去的呢 同样的今天 人们从神得到 更要的祝福 医治 但是有多少人 把荣耀归给神 大概就是人之一吧 所以现在小朋友们 耶稣教导我们 要常常满心 感谢父神 甚至在我们还没有 亲眼看见 得到我们所求 所想的时候 我们都要这么祷告 谢谢爸爸 谢谢我们阿爸父 我感谢你 应允我的祷告 我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 但我们祷告 祈求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着 就必得着 绝对你相信 你的祷告已经猛应语了 表示已经得着 这时候你应该 举取你的手 感谢赞美神 尊崇神 荣耀神 你说父啊 荣耀是你的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我将一切荣耀归给你 赞美归给你 因为这是耶稣 教导我们祷告的方式 第四 直到永永远远 当耶稣向父神 祷告说 国度是你的 全宾是你的 荣耀是你的之后 为什么还要加一句 直到永永远远呢 这句话呢 因为当我们如此祷告 你的信心 承认上帝的应许 而他话也是真实的 其实你告诉我们 耶稣是昨日 今日一直到永远 是一样的 因为耶稣是 永不改变的上帝 实际上摩西 启示 他是自有永远的神 实在启示录说 我是阿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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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初 我是中 我是首先 我是末后 所以神的坏启示 他是永远 不改变的上帝 所以因此 当我们像父祷告 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 我们先信心下神表 主啊 我知道你已经听见 我的祷告 你是新在 今在 永在 你是不改变的神 从永远到永远 你总是在 全听我的祷告 当你这么祷告的时候 你心里充满着喜乐 你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帖事 你自然而然的会 发出赞领 感恩 神的荣耀 这是为什么 在神面前里面 天使总是跳舞 敬拜 赞领神的原因 所以启示录每天记载 他们的敬拜神 他们赞美神 是不断不断地 出现国度 全民 荣耀 永永远远的 这些花语 为我们真正认识到 我们神是 永恒不变的上帝 最后就是 阿们 耶稣说什么 阿们并不是一个 结束的一去 它是一个 非常有能力的字眼 严格来说 它的意思就是 诚心所愿 那意思是说 主啊 我已经很诚心了 在你面前 彻心吐意 我所祷告的 就是我诚心所愿 那就是 阿们的意思了 所以每次 当牧师在分享的时候 小朋友们 在祷告的时候 无论台上弟兄姐妹 或是台下的 我们都会说 阿们 我们来做回应 为什么呢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主导人最后一点 向我们父神 高高 挤起我们的手 对这位 创作宇宙万物的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说什么 父王 国度 永永远远是你的 全命永永远远是你的 荣耀永远远远是你的 你是从永远到永远 你是永不改变的 这是我诚心所愿的 阿们 所以当我们祷告 这样子来结束的时候 以及阿们的话的时候 天使天君 众使者 要降临在地面里面 大声回应我们祷告 一起说Amen 这就是主导文 国度 全命 荣耀 全是你的意思 小朋友们 当我们每一次 祷告的时候 带着感恩的心 带着赞美的心 将一切的荣耀 一切的全命 都将在上帝手中 我相信 神娘叫我们一个 从一个 祷告的人 懂得如何用主导文 来祷告小朋友 好不好 今天我们来做个 结束祷告 让上帝的荣耀 赞美 存在我们当中 是的 主要我们感谢 我们赞美你 因为上帝是 听祷告的神 国度的荣耀 群并群 是你的 主要我将一些主权 完全加在你的手中 父我知道 当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 当我高举双手的时候 当我相信 我祷告 我求的时候 你是听见的时候 主要我是充满喜乐 充满赞的 虽然很多时候 我的祷告 不是照我的方式 得到应允 但是我知道 主你是爱我的 你是心在 尽在永不感谢上帝 你给我的永远是最好的 因为你的肆意成全在我的身上 放我祷告 给我更大信心 去相信 你给我的每一个应许 我将荣耀 全命都归给你 我将祷告 奉着生命说 Amen